早上在严峰国小,渡球队上军三年是打出真好成就 今天三秋陈浩阳和庄博成在全国年轻的渡球经营赛中 来打一支正北京 比方你记得陈浩阳,尽管是出点少年和手的三八主角 先说他年轻过很小时,不过已经可以带回到好好跟北部的用心在背 所以也在全国比赛来展现他 早上严峰国小的渡球队,计算七位核心 曾经代表到中区,参加全国少年渡球经营国赛 靠到打球的好系列,面对到新北区 也有投放在各地渡球传统名称学校之下 核心庄博成,也有陈浩阳,竟敢来打入到全国第五名 每一个组备里面都有七八百位的小朋友在拆参赛 那每一场每一场的桌队厮杀,那么非常不容易 所以他们过关斩将,连着三天,单淘汰的方式来晋级 我们延峰的桌球队到目前成立三年多 那今年很幸运都得到非常不错的成绩 不只是陈大碑、九辣碑、国瑜日报碑 国瑜日报碑甚至得到第一名的佳机 加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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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 他先说以学校学,最后退回到输中的用心 尤其北部辛苦探紧,专利支持来带他们资费 今天竟敢认真做到联系,没有让大家来希望 这番地全国部队都行到英语力的成功 妈妈工作很辛苦,然后我觉得我应该要更努力的练习 然后打一点成绩给娃娃看 学到打球要慢一点,然后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 怎么会辛苦呢? 很累 他一场打下来呢,在关键的时候不手软 可能敢打,敢把训练、练习的东西敢于发挥出来 这是他们营球的关键 专峰国瘦渡球队新立已经三年的时间 在学校、教典会和企业团体的支持 到接到资源之下,提供到最好的合适环境 最重要的事情,关于专业的事件来联系 也愿望到他们日后有点好的标准 记者,明星,彩虹报道